8日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在接受俄美采访时 谈及北约驱逐俄常驻北约代表团成员一事 佩斯科夫表示 目前俄罗斯与北约之间根本不存在合作 是北约在不断减少双方对话的机会 北约具有反俄倾向 俄方将从自身利益出发 实施回应措施 美国是非共产业务 北约一名不公开姓名的官员6号告诉多家媒体 俄罗斯常驻北约代表团8名成员是情报人员 北约已撤销这8人的常驻资格 并再次削减俄代表团人员编制 从20人减至10人 被撤销常驻资格的俄外交人员 需在10月底之前离开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7号在布鲁塞尔说 北约此次驱逐俄代表团成员 是因为他们从事间谍活动 他还说 北约将对俄罗斯的恶意行为 采取反制措施 尽管俄罗斯不是北约成员国 但俄罗斯长期以来 在北约驻有观察团 北约2015年 对俄常驻北约代表团人数 设定30人上线 2018年 北约曾驱逐7名俄常驻北约代表团成员 并将俄代表团编制 从30人减至20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